今年季后赛 长年在季后赛大门止步的费城人队 不仅突出重围 以黑马之姿踏入季后赛球场 还在国联冠军赛上击败教师队 一举夺驾摇隔11年的国联冠军宝座 顺利晋级世界大赛 今天棒球军心弹为您带来的超级巨星 便是此次季后赛开锐全场 率领费城人队突破困境的头号工程 重跑手不来砸祸 在2019年全美高中本雷达大赛上 年仅16岁的哈珀并红出一支 570英尺的超远本雷达 这一支超强火力的本雷达 也点燃了哈珀在棒球界的名号 棒球界的张敏斯 当年体育人物特地将哈珀作为当期的杂志封面 并高度评价它为天选之人 全能身手堪比当代篮球之神 勒布朗·张穆斯 海维打过一场职业赛的哈珀 就这样在棒球界深名怨扬 而面而逼各大球队的球探 几乎无人不小不来自哈珀 这位左打右投的全能少年 哈珀出生于1992年10月16号 以赌城文明的城市拉斯维加斯 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 但却对两个儿子的梦想十分知识 从小就有颗雄心壮志的哈珀 更是将打入大联盟视为自己的目标 不仅在场上表现深猛 场下训练力度更是疯狂 即使身手已经相当不错 但他永远不会安于现状 比起和同龄球员一起磨练球技 哈珀更喜欢迎接挑战 他经常跟在哥哥屁股后面 和高年级的学长打得火热 高中一战成名后 哈珀为了早日参加MLB选秀 加入一所两年制的市区大学 在大学球队里 哈珀在2010年大学赛季仅66场比赛中 便轰出33支本雷打98分打点 经验的成绩不仅打破校时记录 全能身手还让他被评为 全美最强业余棒球运动员 在这年的选择大会上 哈珀意料之中以首轮之资 顺利签约国民队 而他的非凡之路还刚刚开始 来到国民队后 哈珀以外援手的身份 迈入国民队秋季训练营 并以超全的英姿 在2011年跳过新人联盟 直接挑战EA 然而一路突飞猛进的哈珀 也遇到了阻碍 他急忙前往医务室检查 但却被检查结果吓了一跳 几件医生拿着检查单 无比惊讶道 我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打到球的 你是我经过势力最糟糕的一个 此后 一向心情急躁的哈珀 也变得细致紧身 不仅在医生的嘱咐下保护势力 还制定了一项全面的势力训练计划 果不其然 逐渐矫正势力的哈珀 犹如Buff加深 在接下来的20场比赛中 以接近5成的打击率 连轰7支本雷达 拿下23分打点 之后更是打进贵来 进行明星赛 在小联盟里迅速行升 在3A还未打满一个月 便在2012年4月 被球队征召大联盟 从迈如EA到亮相大联盟 哈珀仅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要知道 被球队签约选进的球员 一般都得在小联盟里历练3到5年 才能在逐期筛选中脱颖而出 得到亮相大联盟的机会 而年仅19岁的哈珀 便以惊人的表现登板大联盟 这次哈珀在棒球界的影响力再次飙升 然而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位年轻星球充满肯定 在5月6号对阵费成人队的比赛中 当时效率于费成人队的王牌投手 科尔·哈梅尔斯决定敲打敲打 这位后来聚上的菜鸟 他故意向哈珀投出一颗出身球 但脾气向来火爆的哈珀定为发火 而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以盗本磊的壮举 向不看好他的人展现自己的实力 哈珀在这年的比赛中 不断创下高光时刻 不仅入选全明星 还夺得概念国联新人王宝座 哈珀的人气逐渐席绝美国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就是为了来看 这位传闻中的天选之字 究竟有多猛 然而 2013年开幕日 便轰出双翔炮的哈珀 却在之后两年的比赛里 接连遭受伤病困扰 少有高光表现 他的名号逐渐在人们心中暗淡 甚至被某些媒体贴上 被高估 不过如此的表现 但向来 新高气扰的哈珀 不仅没被直接评价挫 反而从中锻炼出了坚强的一支 身体康复后 哈珀日夜坚强的训练 努力打好每场比赛 终于在2015年4月 以一支461英尺的超远本雷达 开启10世级的赛季 在今年赛季里 哈珀一共红出4020本雷达 缴出99分打点和124字宝宋 上一位拿下40轰 124宝宋里上的球员 还是棒球之神 贝玉米斯 凭此亮眼成绩 哈珀全票获选国联MVP 成为国民队史 第一位获得MVP的球员 也是大联盟史上 最年轻的全票MVP 随后的赛季里 他继续写下生涯新纪录 不断进步地 选球能力和技术技术 让他成为大联盟 驼手望而生惧的存在 看到不为外界质疑 进步如此迅猛的哈珀 当时消灵于勇士队的老将 杰夫·弗朗克尔不仅感叹到 在受到如此虚大的关注之下 依旧能专注于球场 持续发挥自己的实力 哈珀在这个年纪 能够保持自我 并且不受周遭影响 真的非常了不起 2018年 哈珀不仅以单击打点破败 134宝宋 再创生涯新高 还在该年的本雷达大赛上 展现超强火力 赢得本雷达冠军 2018年赛季结束后 选择成为自由球员的哈珀 在2019年3月 与费神人队签下一份 为期13年的超级大约 首次在费神人队亮相 哈珀便展现出他经人的力量 以一支465英尺的本雷达 哈珀常年营绕在 费神人球场上中的阴霾 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朝气 因为费神人队 自2011年从颠锋掉落之后 并一年比一年惨淡 球队上座旅更是接连下跌 但自从哈珀加入后 球迷们对球队拼进季后赛的信心 再次重燃 门票销量也开始不断往上涨 有的时候甚至坐无虚席 哈珀加入球队不久 费神人队便已经看到 他们的巨额投资 正在迅速获得汇报 在这一年里 哈珀的打点数再次破百 然而费神人警察里面一脚 并踏入季后赛 却在该年9月底直播 戏剧性的是 将费神人队打败的不是别人 这是哈珀的老东家国密队 而更为抓马的是 便是哈珀在与费神人队 签约的新闻发布会上 口误说错地名的那句话 居然成了真 果不其然 国密队在这一年 赢得了2019年世界大赛冠军 哈珀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 为老东家送上了一层大礼 而哈珀也将他的暴脾气 留在了国民队 也许是因为全家立业后 孩子们的到来 让他懂得了责任和关怀 在2020年缩水赛季 休养时期后 他在2021年 在线MVP王者同败 虽然费神人队 在该年 仍然未体力既有赛 但哈珀仍以出色表现 打出大理盟最佳成绩 夺下身衙第二座 果立MVP 在大理盟史上 只有两名球员 在30岁前 分别在两支球队 赢得联盟MVP 一位是名人堂球星 巴里芒兹 另一位便是 布莱斯 哈珀 时至2022年赛季 就在球迷们期待 哈珀在自己MVP身手 率领球队 写下辉煌战绩时 哈珀在今年开季 却十分曲折 先是在5月12号的比赛中 又有受伤 后又在6月25号 对阵教室队的比赛中 不禁被对方投手 击中左手 导致左手拇指骨折 开季仅两个月 便要长期休战 这队每位球员 都如同噩梦 而就在球迷 对今年的比赛 失去信心时 带伤出阵的哈珀 却在今年8月 已指定打击身份归来 不仅没被伤势牵制 还在赛场上狂轰猛炸 助力非诚人队 赢得国联最后一张 外卡席四 让非诚人队 终于在今年 拿到魁维多年的 季后赛门票 在今年季后赛上 哈珀接连开轰 率领球队 一路化险为一 高歌猛进 不仅打败不死鸟红穴 还机会同虚死敌勇士 顺利进行国联冠军系列赛 在国联冠军赛上 哈珀凭借关键一期 带队逆转 为球队 拿下魁维11年的国联冠军 凭此精彩表现 哈珀便评为今年的 国联冠军赛MVP 与太空人队 在世界大赛上顶峰相见 一边是今年横空出世 以黑马之姿 踏入世界大赛的费城人队 一边是高居美联龙头 精锐进出的太空人队 今年的世界大赛冠军奖杯 会奖落谁家呢 哈珀能再次以关键一击 率领球队赢得魁维多年的 世界大赛冠军吗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